我们现在听的是《神芒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订阅状况 《芒向编辑部正向不沙烂冷气》 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帮忙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说一下在太平洋的南边 有一个地方叫做法属新克里多尼亚 就是New Caledonia 这个New Caledonia 现在就有大暴动 它实际上是真的大暴动 是烧车那些 在奴美亚首府已经死了五个人 有几百人已经受伤 我们这里和太平洋赌国的关系都密切 这里有些人当然是去New Caledonia 放假 有些人在那里做生意 那些东西 他们在奴美亚 其实在周一的时候 已经是美丽的风景线处处了 其实是 也多谢RitterUMM的支持 Winghoney就说情场痛骂刘世良无恥 稍后我就讲一下这件事 其实情场也是一个价格 我不是帮刘世良说好说话 而是他们的黄圈里面 有很多人 做事是不理其他人的 这是很价格的 做事不理其他人的那些人 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合作的 有些人是亂参搞的 有些人是 多谢RitterUMM的支持 好了 现在继续讲一下Numia 就是New Caledonia Numia 发生的事 为什么会搞到这么严重? 就是弄了新法律 法律是怎么办呢? 这个法国佬搞的新法律 就是被住在New Caledonia 超过十年的法国居民投票 有些土著就说 不行啊! 会削弱我们的 Connect 他叫K-A-N-A-K Connect 这个卡纳克人的选票 就是他们的土著的人的选票 那么 在New Caledonia 那里死了五个人 有两个是警察 有几百人受伤 那周五呢 昨晚还很严重 就是在 Numia 附近的一个 就是国内自己航线的小机场 就是警察和暴动有 有冲突 那New Caledonia 其实已经是 第四晚宵禁了 很严重 就是有些人现在 现在困在New Caledonia 返不来 现在那些人就投诉 被我们这里的政府遗弃了 哈哈哈哈 觉得被自己的国家遗弃 是很惨的一件事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根本没有办法 帮在那里的人 为什么现在进不去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就是在Magenta Airport 就是他们的奴美亚的机场 那些暴动有 就向警察 扔铁锤和石块 那警察就射了催泪弹 以及用 stun grenade 就是 闪光弹吧 应该是 可以这么说 闪光弹 或者其他 会爆爆的那些弹 强性 我看到雷洛间的车行 整间都被烧毁了 很严重 威尊森巴洛拉就是 法国的殖民地 不是他们法国 不是叫殖民地的 他们那些叫法属领土 那些叫Overseas Territories 他们那些 不是叫那里做殖民地的 哈哈哈 他们是法属的地方 这个奴米亚的警察就说 如果他们控制不了局势 警方控制不了局势 军队就有权用致命的武器回击 有一个当地的土著 就 说了给我们这部电台 我也是听电台 听回来的 说了给我们电台的主持人 就说 他们那些土著是不会退缩的 那些connect是不会退缩的 就是 哈哈哈 现在如果 军队都控制不了局势 未来几天就会更糟糕 这些东西 我们也听到三机 会听到 有人打了电话去Lumia 不是打了电话 是Lumia的人打了电话回到我们电台 说错了 在Lumia的人 本来想着和几个朋友 在New Caledonia 就是这里的人 新西兰人 就去了放假 放回几天 因为 他们就是生日和结婚周年纪念 有一群人走了过去 一落机 就已经糟糕了 一落机离开机场 就是 整个街都是 点着的车胎 那些人就拦住他们 路上有很多大块的石和树枝 那些人就在叫和弃棋 哈哈哈 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很想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离开不了 那些超市 就被人抢劫 唐人也很糟糕了 唐人开超市 唐人超市也被人抢劫了 连这个新西兰驻努比亚的领事馆也被人抢劫了 哈哈哈哈 不行 太乱了 那 那 梁加麻的法属领土 就是不可能独立 是不可能独立的 法属的地方 很多不能独立 而且还有就是 法国的 他们处理这些地方 他们是 不会妥协的 那些太平洋岛 印度洋岛 就像是 Reunion 那些 它不会 它不会被你独立 又不会被你 有 扩大的 自治权 它不会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强盛就说 看新闻片 那些楼号 新籍基建都挺好的 它们吸引到一些投资的 現在知道Lumia的機場最少封到星期二 已經知道最少封到星期二 我們這裡的航空公司就說 就算是機場重開 也不會立刻恢復航班 只會在大家知道機場安全地勤人員乘客 有安全的路線 可以在市中心去到機場的時候 那些航班才會恢復 很嚴重 這些美麗的風景線真是嚴重 現在這件事 就很搞事 New Caledonia搞到這件事的時候 竟然 就把亞塞拜疆 也把中國和俄羅斯放進去 為什麼會把中國和俄羅斯放進去呢? 法國人就點名炸了亞塞拜疆 他們是 炸了亞塞拜疆 法國內政部部長 Gerald Damanin 他就說亞塞拜疆 干預 New Caledonia 的政治 因為 因為亞塞拜疆 他煽動 那些極端分子 為什麼會這樣做? 是報復法國 因為法國 就是 把亞塞拜疆 阿塞拜疆 之前就打過亞美尼亞人 為主的地方 把亞美尼亞人 趕回亞美尼亞 阿塞拜疆 後面 就有土耳其支持他 其實這些 中俄放進去 我不敢說俄羅斯 但是中國放進去 是冤枉的 我的看法就是 中國在太平洋的賭國 是做生意的 不是拿政治影響力的 就是中國的勢力 主要是做生意 就算要政治影響 也是為了做生意 不是為了 控制那個地方的政治 不是這樣的 V神伯洛拉 就說老美 藉此介入保護 逼走法國佬 建立美軍基地 這件事其實很... 這件事其實 美國也是沒有好處的 因為這個 紐卡利多尼亞的位置 的附近 其實根本 已經有美軍基地 哈哈哈哈 其實是有很多美軍基地 你說要做美軍基地 美國基本上 太平洋的賭序 全部都有它的基地 哈哈哈哈 我不會說全部 其實它的關鍵的 它的島嶼 是有很多基地的 哈哈哈哈 它是有基地 因為它附近有其他島 你要知道 它附近有其他島 所以根本呢 喏 就是 在這個 南太平洋 其實 當然是澳洲和美國佬 它是有最大的兵力 這是現實來的 根本是 我也不是開玩笑 真的 而且 太平洋那裡 有很多事情 是美國佬才知道的 我也不是開玩笑 我是說真的 美國佬才知道 哈哈哈哈 就是美國佬是 為什麼他們 有這麼多地方 這麼多地方 是他們的 沒有辦法的 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這是很危機的 我也說過現實 這件事 就是現在 放在阿塞拜疆那裡 其實阿塞拜疆就是報復 其實是不是有這樣的事情 我認為阿塞拜疆 真的有些人 煽動原住民 去敵視法國 這些是有的 就是阿塞拜疆 他一直都是有敵視法國的宣傳行動 這個是 那 New Caledonia那裡 那 那 這陣子的示威 就有 其實很奇怪的 這些我告訴大家 其實他們那些人都不知道是什麼 隨便 扯一下普京 寡象 扯一下俄羅斯旗 他們這樣 就像香港那些人 扯英國旗 和美國旗 那些 其實是很瘋的 我沒有雙重標準 就是你在香港扯英國旗 和美國旗 和他們那些人扯俄羅斯旗 是一樣的 是 真的很好笑的 這個 Carnet 他們是土著來的 他們一向有獨立運動 蘇聯那時候是有支持他們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 是發屬很久的 有些事情都沒有辦法改變 現實 當然 現在 中國被人扯了下去 其實這是冤枉的 不過 法國那邊 有些人的論述 就是 中國要控制太平洋 要有戰略擴張 其實 中國對太平洋的事務 有關注是真的 但是 不是 要那些太平洋賭國 聽中國話 其實那些太平洋賭國的 那些 政治人 他們出了來講很多次了 中國很多時候做的事情 就是為了做生意 在生意上要有回報 不是說要影響他們國內的政治 現實就是 而且有些事情就是 做了一些 西方不願意做的投資 這是現實來的 在太平洋賭國 其實他們有些事情 是想西方國家投資下去 但是沒有西方國家願意投資 那他們就找中國投資了 這些是很正常的 其實 我的看法就是 這些不影響 其他國家的 我的看法就是 不過這是我的看法 有些人不是這樣看 覺得要反西方 中國其實沒有做反西方的事情很久了 Ritter UMM就說 以前我們運不少Manganese ore 從Darwin到中國 現在沒得做了 有些行業是沒得做的 不過遲些又會有的 你不知道 現在的現實就是 有些貨 澳洲就變成賣給美國人 美國人自己搞的 有些事情 他就是這樣 所以曾經說 營運基地用不少錢 影響軍備研發資金 總之 美國在太平洋島那些地方 有很多勢力範圍 不只是他 在那裡還有一個澳洲 幫他看著牆 現實就是 但是 中國是被人冤枉的 我認為 但是俄羅斯那些 俄羅斯在亞塞拜疆 和亞美尼亞人的衝突 是一直支持亞美尼亞人的 現實就是 亞塞拜疆後面 根本不是俄羅斯 不過很奇怪 這件事的結果 被法國內政部長達馬藍 Gerold Darmanin 出來說 他說 亞塞拜疆干預 尼亞 尼亞 尼亞干預 哈哈 即是隨便說一下 也算是干預嗎 那麼 這個 崔藤經就說 生活香港這麼多年 2019年才有香港 這麼多崇英人士 你沒有看陶傑 有看陶傑就知道 你沒有看陶傑就知道了 那麼 Happy Wonder就是 便宜價賣給美國 是這樣的 現在沒有辦法 最主要的問題是 大陸不買 澳洲那些有些東西 大陸不買 那麼他就要 運到美國 便宜價 沒辦法 是這樣的 他的東西都要買 不是說 就這樣放在地上就可以了 因為會挖出來 其他東西會挖出來 好了 算了 休息一會兒 不過休息之前我再說多一點 其實 他們這個尼克羅利多尼亞 他們之前是有幾次獨立公投的 他們都是獨立不了的 其實 因為他們本身就有很多法國人 在那裡 他是有很多法國人在那裡 他們那個法定貨幣很有趣的 在那個尼克羅利多尼亞 他不是歐羅的 他是走太平洋發浪的 這個就跟Reunion那裡不同 就是Reunion那裡 就是 是歐羅的 就是Reunion在印度洋 在馬達加斯加對出 就是 他們在那裡 就是歐羅的 這個 尼克羅利多尼亞 就是 叫做法國海外部分 其實就是 不過 他不是走歐羅的 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很有趣 他們 島上 有很多歐裔的人 也有 其他亞裔人士 還有 還有 波利尼西亞的人 Polinesian 其實有不同的人 不過 他們那個獨立運動 一直都搞不起來 因為 他們 其實 有些錢是在法國 那裡 扔過來的 就是 法國其實是有給錢 這個地方 所以 他獨立也沒有好處 現實就是這樣 好了 休息一會 回來講其他話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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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